這是我第二十多次來國家大學 每次上台之前都在想 我要演繹的精神和靈魂 其實更多的是把情感放在手上 我認為鋼琴 相當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它就好比是我自己的血液 我要把自己的感情 通過它的振動來去跟大家分享 我是木隱 三十六歲 鋼琴家真正開始演奏 十八歲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 其實鋼琴在我初生前就有 所以很自然而然地去感受它的鋼琴的震動 像個玩具一樣 其實三四歲就學習鋼琴 剛開始怎樣觸建 要捏磚頭 或者是錢幣 各種各樣的方法 最起碼嘗試過了 我在二零零零年去了法國 跟巴黎國地音樂學院著名的 Jakubi在一塊學習 他教會我很多在音色上的處理 讓我找到了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在法國的學習生活 讓我在藝術上 品味上和辨別能力上 有了質的變化 這一張照片就是 一二年的時候 跟國家交響音頭 跟法國著名指揮 一起在中秋節 為大家演奏的時刻 應該是2012年的10月1號 其實我每年都會被中國駐法使館 邀請去參加各項活動 但是2012年就不一樣了 當時我跟中國國家交響音團 是一起歐洲的一個巡演 最後一戰選擇了法國 那麼這一回呢 剛好趁著這個契機 跟我們的國家的樂團來去演奏 直到2014年 在中華建交50周年之期 就是兩國首腦相互交流的時候 也是邀請了我去演奏 有更多的邀約 和更多的人需要我 我決定回國發展 我決定回國發展 還有G20 2016年 在杭州西湖 我是第六位出場 演奏的是反惡作曲家 德標系的樂光 當時每天的工作是很多的 因為要配合著台前幕後的所有的人 彩排 差不多一個月 每天三遍吧 在這麼重大的場合 代表我們自己國家 給大家的一種藝術發聲 我也很感恩得到認可 我去魏偉基 一切那麼的新奇 我在法國去看了很多 也不陌生 所以我也很樂意去 作為一個第一次這樣的嘗試 其實我是一個 非常豐富的一個人 我可以包容很多種不同的性格 因為從小呢 以前都在巴黎是一個人 最難的時候 語言不通 都能夠在一起交流 我們每一個人在生活中 都是會有很多的責任 所以有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自己精神得到放鬆 得到充電 跟大家一起真誠地交流 還是非常治愈的 中國文化給我很多靈感 我寫這個音樂的時候 它主要的一些和聲呢 是代表中國的一種 具有傳奇色彩的音律 代表的一種心境 還有一種對故鄉的一種幻想 西方人很多人覺得 這不是法國音樂嗎 我覺得這個就很有意思 因為音樂是最沒有國界的語言 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 任命了四個中國青年代表 作為世界衛生組織 是中國健康特使 社會組織總幹事 當時接見了我們 我現場也演奏了我的祖國 彈得相當好相當好 真的真的 你的手隨著時間還會再長大 那麼踏板 你每一個和聲 和每一個樂曲 轉換的時候 一定要聽清楚 要換乾淨 我是2018年加入民歌的 當時是通過浙江民歌的吳京主席 我引進了 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加入民歌之後呢 我還是踏踏實實地演奏 每年都有不同的作品 這就是我能夠做到的工作 我覺得從2012年到2022年 隨著國立的加強 中國的藝術發展 不斷地向世界求認可 十年前是讓大家發聲 讓大家看到 現在怎麼把這看到更加的填充 變成讓大家愛 那麼我選擇回來 那還是比較念舊 畢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有時候是旅途 有一個地方是家 還是不一樣的 我也希望參與到 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活動中 用藝術發聲 讓世界看到中國